总统候选人和地方的官员 好好的下定决心 要在教育系统 要在地方中央教育系统 好好灌输台湾人一个正确的历史教育 目前花哥老师讲 花哥不是要讲那些过期的事 花哥在中央也认知过 在地方也认知过 我接触的真正的民进党 最高层的到最低层的人 没有一个对台湾的历史下定决心 要给我们台湾人民 一个真正的台湾历史教育 我只碰到一个政治人物 对台湾人的精神层面 最认真最用心 也真的做了很多 也非常专注在做 而且很有深度的 那个人叫做李登辉 存的都没有 越来民进党的人士越执政 越来越俗气 政治本来是世俗没错 但是你不要变得低俗 因为你要领导一个国家 迈向一个新思想新思维 你政治人物不要堕落 不要世俗化 不要什么地方都讨好人民 因为台湾人民的个性里面 有很多优点 也有很多很烂的 很糜烂的部分 这需要教育 需要改革 国民党 国民党都没人说 以前我一直认为国民党 可以当一个好的反对党 忠诚反对党 台湾的政治 两党政治这样比较好 现在花哥老师跟你讲 看这样看下来 这一两年看下来 国民党不存在是好的 台湾已经没有需要这个政党 这个政党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 国民党这个政党 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 要么换一个好的反对党 另外组一个 我不是在说气味 那么花哥在这里 台湾的社会 总是要有一些清醒的人 讲一些清醒的话 台湾人太过宠这些政治人物 选起选给你年轻的时候 很有理想 一辈子都 就看他是好的 就宠他 那这样不对 明知道黄世坚 就没担心 经常胡说八道 你还要一直纵容他吗 明知道杨文杰 原来还像个样子 现在越来越不像样子吗 明知道洪旗上根本不行吗 你还要纵容他吗 明知道许姓良应该淘汰了 你还要忍受他吗 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话 得罪人 但是不得罪人 台湾的政治怎么向前走呢 我们不是对个人吗 是对整个台湾的前途向前走吗 花哥为什么要讲德川家 德川家当这样的人 建立了日本三百年的幕府的人 这么全瞻心的人 他也画了一个绝大错误 差点死掉啊 他是最勇敢最忍耐的将领啊 他也因为他自己的失败 海市的所有的部署 连于他自己差点往台湿 驾到阻塞驾买回来 但是德川家康最后 为什么能够成功 他自己也感觉他做得不对 像过一分海市这么多部署 自己也没丹荣 驾到阻塞驾到阻塞驾到阻塞 他就叫 这 骑到武将呢 这个武将 驾到阻塞驾到阻塞 那是亏不听亏不看东西 他连口都没完就叫人 叫一个发师出来 把我最落魄的样子画下来 然后呢 每一次出征的时候都带着那张图 打仗以前先打开来看一看 我曾经一下子冲动 害死那么多部下 我自己也失败到没看一看 这就德川家康最后会胜利的原因 我们爸爸还活着的时候 最喜欢写德川家康的 讲的一些名言 我在家里还挂着 墙壁上挂着 爸爸写给我 遗留下来给我的 德川家康的家训 第一句就这样 人生啊好比负重行路啊 要慢慢走才会到达目标 说人生啊好比啊 排这个很重的东西 你就要慢慢的驾 最后一天会驾到目的地 好今天要再讲继续讲 在三方言之战 德川家康 为什么会贸贸然 贸私的去打这场仗 那么再继续讲这个故事 以前花哥讲 最近啊 因为中秋节过以后 你会觉得天气变得很快就在冬了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中秋了 已经到初冬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今年是农历的润四月啊 今天中秋 在农历八月 其实它的气候已经是农历九月 马上就有冬天要来临 这气候变火的时候 跟一个老大人 我们在听众朋友 年龄有了 太多了 花哥知道了 现在政府有在施打流感疫苗 花哥一定劝你们 你们一定要去打流感疫苗 花哥前这两个 这几天也有在打流感疫苗 花哥的经验 可是医生说得对 卫生所说得对 你如果年纪比较大 或者有慢性疾病的人打流感疫苗 不容易得到流行性感冒 就算得到了也比较快就好了 甚至有人从数字上偶然发现了 台湾的武汉肺炎没有扩大 当然现在没有医学政绩 但是恐怕和我们流感疫苗的施打 疫苗的施打非常普遍有关系 这就是我们健保的优点嘛 有在科学老大人 你比较不感冒很简单 你比较不感冒你的体力 抗病力就比较强啊 比较强你不容易得到武汉肺炎嘛 得到了你也有比较强的抗病力 死亡力不能那么高嘛 这可能是 但是现在就只是个数字的巧合 但是医学上还没有完全正经 但是你要知道 流行性感冒对老人是 非常生命的危险很大的 所以花哥劝大家 你爸爸妈妈 你爸爸妈妈 如果没带流感疫苗 有机会快去煮 赶快去打 这个对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很重要 然后呢 全世界你看看 那个武汉肺炎的扩大的形势还没停止 还一直在扩大 所以呢 我们出去戴口罩 卫生习惯 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尤其年纪大的 发哥的听众朋友 你一定要珍重 生活过简单一点 要运动到公园里面空旷的地方 走路 每天有恒星的走路就很好 把心情放轻松 困民睡觉要睡得好 心情要愉快 这个呢 对整个免疫力影响都大了 这关系到你的肺炎安全 你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 这个就是你保命最重要的一个绝招啊 你如果把心情放轻松到秋天啊 练练啊 转到时候 起来喝一杯 黑咖啡呢 吃一个简单的餐点 生活得舒服的 度过这个庚子年这个派年当 到明年春天的时候 就好一日就来了嘛 小间的这个天地之间啊 本来就是有小循环 中循环大循环啊 那如果孙环 对着一个派年一年 你才是人类 比较低调的 生活比较单纯的 吃东西比较低调的 你如果要喝这个咖啡 豆沙的咖啡呢 它都海拔1100公尺 现在咖啡豆我上去看 已经开始红了 开始在彩缩 最好的咖啡豆啦 你如果要爱 0983468356 0983468356 你找个吴太太 0983468356 台湾啊 屏东啊 鼓励这些原住民的部落 跟弱势的农业族群呢 能够得到一个平安的生活啦 好 那我们继续讲 武田信玄带着军队要进到 丘度 要去追击这个支田信长 他是做了将军的德川一招的命令上去 但是他的军队 要到备得到一招 一定要经过山河的德川家康的国土啦 武田信玄在48岁49岁 他知道武将的生命是有限啦 董事平均寿命做将军50岁而已啦 所以支田信长最好被叛变死掉 被死在北农市也是49岁啊 武田信玄也差不多那年了啦 活得比较长命一点 翁臣秀吉活到63岁啊 但是最后胜利统一天下世水的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活到几岁 德川家康活到75岁 75到76 所以多了他们十几岁 德川家康为什么会活得比较久 因为他从小没有教生观养阔 第二个 德川家康中医他自己很会 看这个中医 他学中医 他自己会开药给他的部将吃药 你看他懂得保健之道 结果他活了十几年 和他竞争的对手通通死光了 结果他还 他还非常健康 还在马上能够带兵打战 所以这些人都通通给他打败 我们要比人家强壮 要比人家活得久 而且意志力要坚定 我们最后会贏啦 来 下个小忙